刺猬女孩的故事 听我说 爱她悄悄的走 渴望遇到个星球 哪里有她的朋友 每天都喋喋不休 游戏水长流 和几片白云悠悠 快乐天长地久 要什么功成名就 我今年刚好是吧 不想要交新朋友 我的脾气有点怪 对人说话有点凶 你不知道吧 其实我也会害羞 你经过我的书桌 时候悄悄抬头 嘿 吴景浩 夏天的同学走过操场 跳着笑着唱着歌 午后的阳光 要陪奶茶喝洋乐朵 花雪作业早 不知道去哪儿了 有了你以后 梦到的世界 都是彩色的 梦到的世界 梦到的世界 一样 梦到的世界 一样 吴飞对我的喜欢 可能仅仅停留在朋友之间的关系上 而且有楠楠在 吴飞永远不会考虑喜欢我 大一那年 我把她约了出来 那天我本来是想跟她表白的 韩飞 我不想和你再只是朋友的关系了 什么呀 真远 你别再说了 再说下去的话 我连好朋友都做不了了 我一直把你当成好朋友 所以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对不起 你还在为那件事生气对不对 他们只是我的粉丝而已 只要你一句话 我立马和他们拉开距离 你还是不明白 我看到你跟那些女孩的亲密 我是受气 那 那是因为我怕楠楠伤心 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楠楠那么重要 楠楠有多喜欢你 知道吗 楠楠 我才看你上次表演的视频 发现你们有一段表演得特别好 你要不要看一下 不要 怎么了 我和她表白了 她去去了 哦 这样啊 我们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上了 第一次表白就被拒绝了 可是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喜欢你的人啊 除了海飞 我会再喜欢任何人 你 我真渣呀 我怎么站了 难道非要等到最后朋友都做不成吗 那我该怎么样 还是说要等到楠楠楠跟我表白 然后我拒绝她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她好的话 你就去看看呀 我去过了 那件事儿之后 韩飞一直没有联系过我 我也没有主动联系的楠楠 那天 是我跟公司刚签完约 公司晚上帮你准备了欢迎宴 请的都是圈里的一些前辈 你等一下去做个造型吧 行 谢谢三女姐 合约签完之后 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 那你慢慢看 好 好 来 没办法今天公司有事情 好 咱们下次吧 嗯嗯嗯 好好好 拜拜 我怎么也想不到 南南就是在那天出的事 那段时间刚开始 我不知道他出事 没有人联系过我 韩飞没有 南南也没有 我以为我们三个人 这样尴尬的关系 冷静一段时间就会好 谁知道后来我工作越来越忙 我们的关系又越来越远了 直到几个月前吧 韩飞找到我说 他说他联系不到南南 让我带他去南南的老家找他 可我哪知道南南老家在哪 既然你不知道 你就回短信说不知道就好了 为什么不回啊 我后来联系过洪通南的家人 才知道他出事后 因为烧伤严重 一直住在特户屏风 韩飞不知道 那肯定是两家人不想让他知道 所以才故意隐瞒他的 那我怎么能告诉他呀 我也不想对他说谎 我就没回 后来我去了医院 南南在特户病房里 没有直系亲属同意 是根本没法进去的 也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你都没有去看过他 你太冷心了 后来我又赶上了公司集训 封闭式管理 我出都出不来 更别说去看他了 更何况我看了能有什么用 怎么没用啊 如果你去了 你可以给洪通南和他父母一些起码 有一些希望吧 对不对 事情已经发生了 吴景昊你太看得起我了 所有病人家属和病人本身 都不是靠你经常去医院 他们的病情就能有好转的 你明白吗 这是我的专业 行了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白振宇 你知不知道 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韩非会失去他两个最好的朋友 他是成年人了 这是他自己的事 这么 韩非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他为了见你一面 让你去见洪通南 在学校食堂整整吃了一个月的素 买了你那张门票啊 白振宇 如果你真的为了韩非好的话 就给他一点希望吧 老汉 你喜欢韩非吧 没有 这种感情 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 我爱你 你喜欢我 做这些事情 没办法 恨我 老汉 吴景浩 你认识楠楠多久了 我压根就不认识她 只是在照片里看过 不认识 我怎么好像记得 在楠楠那儿有你的学生卡 根本不可能 我记得有一次在教室里 看到楠楠偷偷在看什么东西 干吗呢 你干吗 还吓我一跳 还给我 还给我 你还给我 吴景浩 哪个需要的呀 你干吗 你吃醋了 吃醋 这谁呀 如实交代 这个人是个扫把心 我 我怕你还不行 你是不是做什么 对不起楠楠的事了 我都没见过她 她怎么可能 会有我的学生卡 带好 带好啊 你怎么了 月头 我跟着受点累了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啊 干吗来的不知道啊 这大门锁了怎么出去啊 天亮了才能开门 去哪儿啊 我送你 去哪儿啊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走 还有 今天的事别告诉韩非 放心吧 我爸不得她的女人 你让她压根儿不认识 那个给你 休不去你自己做就对 吴景浩 韩非就拜托你照顾我了 不要觉得你这么瘦 那时候我就不认为你是个渣娜了 又去排队买小笼包了 好吧 你这么开心 不行了 你现在才能分配 你如果不认识就想是自作偿 如果不认识的话 你太好别认识的话 你自己冲了 你跟我结讆的话 你怎么把我可以 我把我冲了 我自己的 于是 你 education 好吗 佐姨 你本性的 Because你也认识了 你又把手机摸摸 你胆大了是吧 还敢抢我手机 好 上课玩什么手机 还不是因为 手机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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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晚干嘛去了 困成这样 别提了 白忙活一场 原来你俩在这儿呢 正找你呢 韩非下午帮我放个广播呗 可是我不会啊 没关系啊 他会啊 要不你们一起吧 那你现在还困不困啊 要开非你能扛住 太好了 救命了 不是 你们俩去哪儿呀 不去广播呗 好 就是上次那个版报 我跟张凡觉得还可以更好 所以我们决定再办一次 不过今天下午一定得办完 要不然就赶不上评选了 所以今天的广播 就拜托你们了 他怎么救命的人呀 你们俩想吃什么告诉我 我请客 不就放了广播吗 都是朋友客气什么 要是看最大包的 没问题 走 自从运动会之后 韩非真的开放多了 这怎么了 你就负责选你喜欢的音乐也就行了 什么都行啊 要挣满满一点的 那好汉哥 你要是喜欢我不反对 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秘密 心情好听点什么呢 穷开心 不要吧 在学校放这五个不合适太吵了 那小酒窝呢 嗯 要不最想说的话吧 白振宇的歌 想被听了肯定特别有动力 好啊 你今天怎么不排斥提白振宇这个渣男呢 毕竟 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其实他也不坏 虽然 虽然 是有一点铁石心肠 但其实他心里助理个大男孩 完了 麦克风怎么一直开着呢 那我刚刚说的话不会被听到吧 我无处安放的心 他会不会舍得 我们刚刚声音不会全放你说的 应该是的 教导主任还有五秒钟几大战场 快走 刚才广播那是谁啊 我感觉跟白振宇那是好久了 听声音有点像爱飞 又爱又像 又像 好像啊 好像啊 我以前我也曾这样爱过那个餐 怎么会下雨啊 永浩 我花了一天板包 陪我去吃点东西吧 你知道还没去哪儿吗 好像说我事先回家了 你估这么严实干嘛 见不了人啊 你不是怕认出来的 你又像Bob挺重的呀 是要从那件事啊 对不起 该对不起的人是我 以后我在媒厂演唱会 你都来吧 我都给你两张票 那你还是给我两张票吧 我朋友比较喜欢你 这不太方便 咱们换个地方来 好 你怎么突然想明白要来找我了 咱们什么时候去看奶奶啊 有件事我不需要跟你说一下 你想说什么呀 这张照片我一直装在身上 咱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我这辈子都不明白 但是现在 我想把你张照片还给你 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 咱们还得往前看不是吗 你什么意思啊 咖啡 人各有命 楠楠不是说你去看 或者我去看 她就能显得里面外面 相比受伤的 她没有受伤的 我们不是更应该好好活着吗 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 从今开始了 范振宇你也太自私了 还说你根本就没有情感啊 是她是她吗 是她是她吗 难道非要所有人 放棄你一起去陪你一个 跟她永远都比较不良的样子 她不是别人 她是你女朋友 她从来都不说 她从来都不说 跟我走 喝点热的吧 别感冒了 你干嘛 你笑不都湿了 穿我的吧 陆景豪 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你们男生都一样的吗 我跟白振宇可不是一样 别提那个面 好好好 不提 那我就做个安静的 美男子 你是跟她不一样 你比她二 快穿吧 你想穿实衣服啊 那给你穿 好 好 我鞋也试了 脱啊 好好好 你 教你 我没有什么可以脱的吧 喂 你干嘛去 来 干嘛呢 白振宇不是不想跟我和男男有联系吗 那我就把她所有联系方式都删 删 删 全部删 怎么样 现在辛苦好多了吧 没有 走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就是要带我来这儿啊 对啊 不错吧 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这儿 海风里吹 所有的不开心就都没了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海边的西洋最好看 我觉得一点有就对 哪个西洋都挺好看的 对 你要找这种扁的有重量的 然后双脚分开 膝盖半蹲 身体向后轻 扔的时候用力旋转 物理学最佳角度是20度 就像这样 吴景浩 这么美的事情都能被你用物理解释 你也太无聊了 我打死你 臭渣男 我们已经超?」 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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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死啊 来 臭嘎嘛 解决了没 还行 走 上一个 你笑什么 你试试把手抬起 抓他 抓他 好烫 行 行 你能不能行啊 抓泡泡车 这一次 你在原地等待 我归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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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败时光能追回 让我有机会 换一个样子重新体会 知道什么才随 需要我勇敢去追 紧紧期待一个不同的结尾 所有规则都打碎 做好了准备 你去哪儿了 我已经半天了 走 快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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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能不能玩温和一点呢 那年龄个大的实在玩不来 说什么呢 啊 我就说咱们可以用一种更健康的拜伙方式 应对甘蔗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咬他 嗯 我还是有点恶心 哈哈 走 好 把你吃完了 来 赶紧走吧 玩别的事 拿着 咬了一袋甘蔗炸 快点我要吃棉花糖 你不是吃饱了吗 又饿了不行 老板 这个多少钱 十块钱 给 我有的是钱 你倒还真不客气啊 咱俩谁跟谁啊 谢谢 老板 去哪儿啊 旋转木马 韩非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漂亮最可爱的人 要啊 Nitika 突然飞成长的一笑言蜑 好过无所作为而后悔 好过无所作为而后悔 拍摄权 的皇兄 哈哈哈 都 洗泥子 各家 口 你干吗 别动 请问我这东西了 什么呀 走了 走了 这边走了 走 回家了 好了好了 累了是不是 走 散完步了 抱你回家了 明明 是不是累了 好了好了啊 走了回家了 好了好了啊 男人都是不可信的动物 嘿 这不连我一起给骂了吗 我怎么了 也不知道男的现在怎么样了 要找个时间去看他才行 关于学生们的学习目标 两位老师就多费心 行 今天回先到着 好 得药 你先留一下 昨天我见到你们班 韩飞和吴景昊 两个人最近是不是走得太近了 你可要好好管一管 尤其是吴景昊 他是咱们学校尖子生 这学习上绝对不能带门 好 那我去找他们谈谈 那主任我先走了 好 去吧 好 吴景昊 你给我讲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主任讲过了 有简单的算法 喂 你好 是韩飞的附近吧 你看到这个公室 其中得到这个公室 然后为地件序列 则无用力提为真 则其逆方向不适合我说了 刘老师 刘老师 你们俩干嘛呢 你讲题 来来来来 教你来一下办公室 好 那个 韩飞 你一会儿来一下 好 刘老师 刘老师 你最近跟韩飞同学走得很近 那如果是因为昨天 那是因为下雨了 所以 同学关心很正常 但是 你有没有其他事情瞒着老师 老师您别想多了 我刚才也看到了 你们两个在一起只是学习 没有干别的 但是 这男女同学之间 要是走得太近的话 难免没有让人误会 虽然说 你换到座位之后 没有影响到学习 但是 你用在学习上的时间 也明显不如以前了 为了避险 你还是把座位换回去吧 不要 韩飞她脾气不好 我怕别人 对她更多耐心 那只让莫小贝跟她坐在一起 他们两个关系不是挺好 那可是 好了 就这样定了 那你先回去吧 好 报告 进 来 老师 我说坐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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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其实我刚刚在外面 都听见你们说话了 您放心 我肯定不会耽误吴景浩学习的 而且会跟她保持距离 其实景浩对你的学习帮助挺大 你的考试成绩也明显上去了 其他老师都在夸你 但是 还是 韩飞 还是要避险 老师 您放心 好 小贝 你去跟我们一起换一下座位 我帮你 不用了 好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传球啊 这个很简单 技术要点呢是 手一定要和球保持一个贴合的护面 不然一定会受伤 好 下面我们两两分组练习 来球球 小贝 我们一组吧 我不要 你小心点啊 不要伤到我的手 不然没法画画了 你自己小心点吧 你想啥呢 好 跟我一组吧 走呀 小贝 你最近怎么都不跟我说话 是心情不好吗 小贝 你有多余的袜子吗 我这破了 没 小贝 挺好 其实我觉得 篮球也就那么回事 一群人把一个球 放进筐里面 你不觉得所有的球类运动 都很幼稚吗 那你还非拉这么大球呢 我这不是想想背下 我的新球鞋吗 我现在找我了 我ículos要吃饭 你在呢 要干吗 想冲啊 呗 真的空 过两个永远 他在混音 要去救儿子 加油 味道 你救了 也哭过也笑过就已经足够 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会认同 如果还在回忆漩涡 就让我们在那时重逢 我想到最勇敢的是那年分不顾身拥抱 我想到最幸福的是那年夏天你的微笑 什么都不重要 青春着美好的笑 全世界宣告 我想到最美好的是那年星空下的依靠 我想到最纯真的是那年大雨中的奔跑 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你我都很好 那年勇敢的不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